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次决定未来命运的大考 因此 李皮需要抓住难得的磨合阵容的机会 而且 卡塔尔的实力不容小觑 不得不用最强阵容迎战 这场比赛的节奏被卡塔尔牢牢掌控 他们通过细腻的配合 频频创造出不错的破门良机 而国足的进攻套路则比较死板 在第16分钟 卡塔尔差点攻破球门 莫埃兹在门前的包抄射门击中横梁弹了出去 在第24分钟 莫埃兹终于抓住机会 米格尔的传中球恰到好处 莫埃兹包抄得手 国足0比1落后 上半场的国足踢得非常烂 只有一脚射门 而卡塔尔的射门高达7次 下半场一开始 李皮就进行大规模换人 刚换完人不久 国足防险就被打穿 差点再次失球 在比赛第49分钟 出现了非常奇葩的一幕 冯霄婷面对对方前锋的上抢 选择回传给门将严俊林 但是他的回传球既飘又高 让对方前锋有充分的时间跑去征球 看到情况不妙的严俊林马上出击 皮球刚好落在严俊林和哈特姆中间 双方都出脚踢球 严俊林刚好快了一步把球解围出去 只要严俊林慢出来0.1秒 这个球就会被哈特姆断球 恒大后卫冯霄婷的这个回传球真的是坑人 更奇葩的是 传出这样的球之后 冯霄婷没有马上跑回去 以防止被对方拿球后的二次进攻 而是再散步看严俊林表演 这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 在中国背国足对阵飞尔式的比赛中 国足0比6惨败给对手 那场比赛冯霄婷的表现就是灾难级别的 被网友吐槽是散步是踢法 但他回应自己已经尽力了 网上的截图是有片面性的 不管怎样 对于一个后卫来说 因为失误造成丢球是正常的 最重要的是失误后 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弥补 中文字幕志愿者 赞 冢杂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